这盘棋讲解的是2023年最新比赛 紧张杯双人赛 这是第三轮刚刚结束的对局 本局是唐丹 谢靖 对战孙愿争 谈诗水荣 这盘棋啊 经典 开局是骑马 对战的是近期足 五方架起了中炮 黑方上马 五方跳马之后 黑方如果走屏风马 将来等待他的就是出局啊 这一路金炮或者挺兵 飞刀局 但是本局黑方走到个边马 到这也算是灵火 看着好像红方中路非常凶猛 其实没用 你冲中兵马上给你扣个中炮 所以的话到这 红方会被黑方利用 那这个单体马看着弱 其实一点也不弱 红方冲兵 这儿黑方是不适 保留了加中炮的变化 红方这时候进炮去进攻 那黑方就飞向了 接下来红方可以走炮二平三 比较稳妥一点 走炮二平七的话 黑方就把狙给封出来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红方想骑河 去抓对方的马 将来有个冰三经营啊 那为什么不走一个炮军四呢 因为这招棋看着凶狠 其实黑方可以出狙 这里有反先之士 抓着双马 你得飞向 这个棋如何进攻呢 他点狙吃马 正常你得出 然后他有一个炮二金四 踩着炮 你还得逃 他打过来打着狙 你得捕失 他吃完之后 如果你吃狙 他退狙一抓马 那这边打着狙啊 就算你走开 人家有根 你还丢子 所以你只能选择一个仙材 那将来他这个狙往回撤呀 守住河口 你还得赶快换才行 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黑方充足就行了 那这个棋啊 红方他不太好应对 所以说 到这以后呀 那么这个棋不能太用强 红方棋合是稳健的招法 但黑方有个巧手 有时候姓足 想帮你赶走 那么这儿的话 如果你走开 将来这个炮 就会被黑方这个炮利用 黑方可以拼炮 这边踩炮 你这么走 对方到这儿的话 那正常他是要上马去保的 但是你一保的话 他一踩 刚好这边一个桌 你只能泡保 因为走开会有问题 马上进去又是一桌 退卧行马的话 将来出狙这边是不利的 那么你不退的话 闪开他一桌 这边有问题 就算你强行保住 他出了一局 将来这边点进来还是问题 你冲兵的话 他现在平炮 你就算出狙踩掉你 将来踩炮打马 你是跑不了的 你看住的话 人家过足就行了 将来平足一靠 这边硬打 所以这个手段非常多 红方两边守之于人 到这儿没发下 那刚才我们说到 这里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你认为你上马这边吃亏了 你可能认为进狙不就完事了 他一踩你一吃 这还比较主动 其实他有一个巧手 就是推炮 打你死局 你没办法的 你还得打个相 现在你还是丢子 所以这度起 没办法 吃完足 人家抓你炮 那这儿他就进一步 也是求问 黑方先出去再说 红方到这儿就拆炮 黑方选择找法式 平炮腰队 红方赶紧对腰 接下来这个棋 飞向 那黑方足舞进 他是为了 进狙吃炮 红方上马先行看住 黑方仍然盯住他 因为将来可以上马去登 红方倒不怕 因为你登的话 我可以放中间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现在 他走了一个 现兵的过门 并没有直接放 原因在于 你要直接放的话 就刚好 被人家算计一下 他有这么一招棋啊 下一步一充足 打着马 吃着炮 瞬间就危险了 那么这个棋 他实战啊 是走了一个过门 这个棋什么好处呢 这个棋 他一打之后啊 再放中炮 黑方 你再这么走就不成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出局 人家一踩是担子炮 现在被你炮引开之后 你要换的就换掉吧 所以话在这里啊 应该来说 他就可以有机会啊 炮平地逃跑 那这儿的话 应该说就解围了 虽然解围啊 黑方这棋呢 任然想去抓这个炮 能不能抓到呢 红方先出局再说 黑方暂时没手段 啊 眼看红方居叫过去 所以简单进行一个转换 换掉以后呢 红方再次退回 控制要到 黑方平居 主要是不给他挺兵火马 找机会从这边切进来 那红方进居 准备吃足 黑方也就裁掉 红方吃啊 黑方是进七足 接下来红方是 居五进一腰队 如果换掉的话 那这个棋啊 也能下 只是说红方这个马 他比较活 所以黑方呢 不肯啊 他这儿的话 马陷进来两个炮 下起来比较笨 临场掌驹 红方就捉炮 黑方跑八平六 避免他上马踩双 红方热然去踩 黑方为了保住这个足 啊 退到下二线 到这儿红方开始 打边足 那黑方是平炮 找机会下几炮 双方就此展开决战 红方先行打掉 啊 黑方来一步 金炮打狙 他是晃你一下 因为你马在这里 他狙不能守合口呀 他赶你一下之后 你的马一走 他马上就可以下底线 踩着像狙就涨起来了 一旦狙一抬头啊 这个狙马炮足配合 就太厉害了 那这儿红方不肯啊 他是穿了一脚 然后这个骑啊 强行走进炮 就是要把黑方狙封在家里 不让你出来 那黑方到这儿进个足 也是避免 将来这个马一走之后 有打足下底炮的骑啊 到这儿也是未冲锋了 红方现在兵武精 有点着急 这里可以考虑先落个像在说 因为你平足踩掉了 你走这边吃掉了 所以的话到这儿 因为黑方马受困 狙现在受困 暂时也没骑 但是他临场兵武精这招棋啊 刚好就给了黑方可乘之机 这招棋是随随随着走的 那么立功兴切啊 想过兵 结果这儿踩掉像了 那回来看像或者落像啊 到底是一样的 人家就是把这个中兵给吃了 本来这个马被困着 没骑走啊 结果这个马现在活了 那这儿就危险了 红方退居回来 黑方选择招法式上马 接下来红方 再退抓 看你去哪里 黑方呢小速冲一下 红方再进一步 准备继续过来抓 黑方到这儿就平足 那现在红方一抓 黑方这个时候 看似已经不好逃了 跳进来也没有点位啊 他突然下出一招呀 气炮打马 这招棋够狠 到这儿的话 你正常如果吃炮 那像一踩 狙马炮足呀 瞬间杀进来 随之他不能接受的 但是他退居 趁马这刻 人家炮甩鞭 这个气更厉害 到这儿啊 底线一僵 你敢吃足冲你居 红方无奈呀 知识的话 这足冲两步不得了呀 最多这儿他只有出 结果人家仍然是点僵 这一僵之后呀 请上来 退炮一僵 你一知识啊 他这个足冲下来了 这儿的话 红方退居 想不怕赶走 也算顽强了 但是呢 黑方还是使出了 红西关的绝技呀 夺命锁喉腔呀 突然大喊一声 稳定 什么意思啊 把我的锁喉腔拿过来 然后怎么看啊 怎么锁 点一僵 下来 这儿直接冲下来 你现在吃完不是吃居的问题 关键是点死 那你进来的话 再冲一步啊 这还是不行 所以这个气啊 太狠了 到这儿孙云正不得不认输 这盘期啊 先进谈谈活胜 经典